嗨 欢迎来到医女爱保养 我是现代医女多成云 让我们一起爱保养变健康 秋天是容易感冒生病的季节 无论是哪个秋季 只要谨记三四五养生原则 就可以包你度过一个平安的多世之秋 什么是三四五养生原则呢 也就是三不吃 四不做 五多吃 三不吃呢 指的是不吃寒凉食物 不吃辛辣食物 不吃油腻食物 四不做是不洗冷水澡 不做剧烈运动 不熬夜 不过度操心 五多吃是指多吃葡萄 水梨 苹果 萝卜跟柿子 让医女来为你一一讲解 什么是三不吃 第一个呢 不吃寒凉食物 由于秋天的天气转凉 温差大 不建议吃寒凉食物 不然容易引起消化系统的不适应 造成腹痛 拉肚子等等 因此医女建议呢 由于秋天开始全部热食比较好 第二个是不吃辛辣食物 由于秋天的天气干燥 造邪容易伤肺 这个时候呢 如果吃一些辛辣的食品 容易发散 造成燥咳 咳嗽等不适 因此呢 辣的东西 麻辣锅 建议秋天不要多吃 第三个 不吃油腻食物 由于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已经喝很多的冷饮呢 容易对脾胃造成损伤 如果这时候消化功能不好的人呢 在吃油腻食物 就会变得难以消化 而有负胀负痛等问题 因此在秋天特别容易觉得疲倦的朋友们呢 记得不要吃过多的油腻食物 增加身体的负担 就会感觉人神不清气不爽 那什么是四不做呢 第一个 不洗冷水澡 由于夏天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把水温调凉喔 洗比较舒适的温凉水 建议秋天到了 把水温再调高一些 尤其是身体寒的女生朋友呢 更要注意 不要洗过凉的冷水澡 第二个是 不做剧烈运动 在秋天的时候呢 登山践行跟慢跑是很好的运动 但是秋天也不适合过于激烈的运动 由于天气变凉了 我们的关节肌肉啊 开始比较僵硬喔 活动度较差 这个时候呢 如果平常没有在做激烈运动的朋友呢 千万不要尝试太过激烈的运动 对你的身体会有负担 且容易造成伤害 第三个呢 是不能熬夜 秋天的时候呢 最适合早睡早起呢 作息规律很重要 不要熬夜增加身体负担 但是如果你非不得已需要熬夜的话呢 记得不要连续熬两天以上 且要喝足够的水 才能帮助身体恢复正常 第四个呢 是 有没有听过古人说过 伤春悲秋的说法 在秋天的时候 由于季节转换呢 人的心情特别容易忧郁 要预防季节性忧郁的发作 尤其是平常心情比较容易不好的朋友呢 这时候啊 尽量保持放松的心情 让自己愉快 看到不顺眼的事情呢 别过头去 不要理他 如果想要克服季节性忧郁的话 也欢迎参考医女曾经讲解的季节性忧郁呢 让你平安度过多时之秋 五多吃呢 指的是哪五样呢 第一个是葡萄 秋天正式吃葡萄的时节 葡萄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 相不相信 葡萄竟然还有胶原蛋白 钙 钾 铁等营养丰富的维生素 第二个是多吃水梨 水梨是百果之松 尤其秋天是造邪当令的时候 特别适合食用水梨 因为它干凉润肺 去火生津呢 具有止咳频喘的功效 第三个多吃苹果 秋天的干燥呢容易上火 容易损伤我们的肺以及喉咙 多吃苹果可以保护你的肺及喉咙 还可以保养心血管 第四个是多吃萝卜 民间有一种说法叫做 冬吃萝卜 夏吃姜 不用医生开药方 萝卜呢是秋天当令的食材 不仅营养价值丰富 中医师还会开萝卜 作为食疗方呢 第五个是多吃柿子 柿子也是秋天的水果 柿子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 还有胡萝卜素 荷黄素 维生素等微量元素 但是医女也要提醒哦 胃不好的朋友不要多吃 因为柿子毕竟寒凉 容易引起胃偷 美国许世生涯集团 50周岁了半世纪以来 提供我们最地道的花旗参 以及各种养生好物 欢迎上网选购 优质食材 也要记得订阅 按赞 医女爱保养 以及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哦